好 現在有些粉絲 Nio跟這個志文 可能是你的粉絲 他們說他們是為你而來 他說其實他們覺得你很平 那他們到現在34歲 都存不到錢 對 我必須得說 其實存錢這種東西 不管是大錢或是小錢 只要是錢你就得存下來 因為那時候大家會覺得說 蛤 為什麼 怎麼可能我給月才賺 可能22K或是3萬 怎麼可能存得到錢 我跟你講5塊10塊也都是錢 我以前會跟少偉一樣 很認真的就是每一筆開銷 5塊10塊2塊 甚至於1塊錢 我都會把它寫在上面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那你只要算的月金 你就知道說你自己當月 到底把錢花在哪裡 那有沒有一些必要開銷 或說不必要的開銷 都看得出來 所以你覺得你記帳前 跟記帳後發生什麼變化 有差很多嗎 我一直都有在記帳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 每記帳有什麼差異 但是我跟大家講 你有記帳 你絕對知道你的錢花在哪裡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好 記帳就是個面對真相 很多人畢竟是 他很怕寫出來 把自己嚇死了 是 問一下這個燕麗姐姐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燕麗姐姐 你年輕的時候有在記帳嗎 有啊 我其實跟韶文差不多耶 蛤 我真的是有 我以為你要尖叫 畢竟我們年代差蠻多 我年輕的時候是19 他剛剛講小時候 就讓我不是很爽 對啊 我小時候是199幾年 你小時候是2014年嘛 真的差蠻多 可是呢 我們的心態是一樣 我有第一份收入之後 我就開始記帳 我的第一份收入是 國中畢業那一年 那國中有打工 然後五專有打工 我是五專差大 然後所以大學有打工 研究所也有打工 我不停持續記帳 那以前就是記得很稀 跟小文一一樣 什麼 包括買餐 因為我會自己買菜嘛 買菜可以 回去下廚可以省更多錢 買菜或者是任何一筆支出 通通都會記 那現在坦白說 沒在記了啦 就一些比較關鍵的東西會記 大東西 現在在記 其實我覺得有點矯情 因為我們已經財富自由了 可是呢 有一些關鍵性的東西 還是會記哦 比如說像我們有一些通告 因為每個月通告不太一樣 所以我還是會記哦 就是每個月上了哪些通告 然後通告費多少 Can you 等等 都會記 有看包包幾集錢比較少哦 好多 對 尤其像是現在電視圈很不景氣啦 然後可以給大家看的是這個 就因為我常出差 然後包包去中南部的每一筆錢 我都會記下來 我覺得小郭政看你的筆氣好舒服 對啊 很整齊耶 開玩笑 我就是有整潔的這個控制欲哦 包包幾月幾號 你看有錢者亦弱勢啦 燕姐姐這麼有錢 還記得這麼詳細啦 學起來 包包說幾月幾號去哪裡 然後包說是坐隔馬欄坐高鐵 然後計程車多少錢 總共多少錢 更恐怖的是幾月幾號入帳 我都會寫 因為 因為有些客戶他會忘記匯款給我 所以我一定要寄 真的真的要寄 然後還有我還會寄一個東西 也蠻有趣的 比如說過年禮盒送給誰 哪些製作單位 大概都會寫 明信在上面 對 我都會寄 因為我覺得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剛才會記得就是送給了誰 然後誰沒有送 那到了隔年是不是應該要再提醒自己 再補送之類的 我覺得很特別 我們現場其實現在網路時代 但是我們都是用筆記本在寄 那現在有粉絲說為什麼不用APP寄 用手寫比較有感覺 我覺得手寫有感覺 對 手寫 我也喜歡手寫 而且你手寫你寫下去之後 你就比較不會忘記 對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你看手機有時候字也太小 就看不太清楚 那有人說其實蠻悲傷 他說他曾經用APP 其實就是手機當機 手機壞到 對 是不是 很難 好 我們來看一下月光族 這個網路上統計有五大鏡頭 是不是你有其中之一呢 拿五大鏡頭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看到喜歡的一定要買 為什麼你非買不可呢 好 第二個 錢不知道去哪了 過日子不計算 其實我看到很多年輕人還蠻有錢的 可能月入十萬都有 但是都沒有錢 我跟他說你到底買了什麼 對方通常回答 就是這個騷騷頭說 我也不知道耶 都亂花 十萬就不見了 好奇怪 就回答不知道 那第三 就算沒有錢也要消費 這其實我蠻敬佩的 沒有錢你怎麼消費呢 他們會印刷信用卡 欠卡在 或者是貨到付款 真的嗎 我有朋友是每個月月底 會狂買貨到付款的網拍 然後下個月薪水進來財富錢 那一付又沒錢了 對 所以他們就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變成就是沒有錢也要消費 這樣不會有 因為他以為貨到付款 現在不用付錢 這樣難怪存不到錢 對 對 真的 這個腦筋有打結 以為不用付錢 就是現在不用付錢 對 可是以前的東西是這樣子 有人會這樣 我下單的時候不用付錢 就是不用付錢 有人會這樣 Oh my God 或者是訂到五號後才付錢 然後他零興學就不付錢 又沒有了 我真的太資深了 我好不能接受這個理論 那這樣他一輩子都存不到錢 其實他賺了十萬二十萬 他還是都會花光 對 所以他根本賺不到十萬二十萬 就以沒有心情的人 好 第四個沒有儲蓄計畫 那第五個就是凡事都推卸責任 好 就是很多人說 我就是賺不到錢 我就是沒有像你們幾個這麼多機會 好 我就是有家裡的負擔 那我的薪水就是22K 像這樣的問題的話 杰哥你會怎麼回應 說真的 5塊10塊 就像我剛剛講5塊10塊的事情 而且說真的如果你22K 你要想辦法去開園 對 真的想辦法開園 就像我那時候平日打工 平日有個正值的工作 晚上去打工 假日又要去打工 你就只能去用時間來換取金錢 如果說你沒有像我這樣 就是我沒有什麼一技之長 也都沒有 但是就是拼命的用你的時間 去換取金錢 你直播主怎麼會沒有一技之長啊 就不一定 不限得每個人直播都很多人看 像我就還好 對 你不客氣了 你不客氣了 太誇張喔 其實說真的就是 就是也算是運氣好啦 就是成為就是稍微有一點點知名度的往後 有一些工作機會 但是我還沒有知名度的時候 我也是很認真的就是 一筆一筆一筆的 很認真的腳踏實際去賺錢 嗯 你只要有想法 你只要有努力去實踐 你一定賺得到 只是看你要不要去賺而已 好 就是你覺得只要有想法 就一定賺得到錢 嗯 那個邵文你怎麼看喔 有人說我就是22K 還要吃飯做房租 我都不夠 我要寄什麼東西 我覺得一方面我也很贊同捷克開園節流 因為我畢業後第一份工作 其實也是只有26K 對 然後我也是覺得不夠 所以我晚上跟家裡 我又回去補習班打工 嗯 就我等於也是兼著做 對 然後再來呢 另外一個是我自己研發出來的 嗯 就是信用卡其實可以賺到錢 哎呦 可是這個前提都是要完整的繳費 你不能去那個循環利率啦 嗯 因為有非常多就是現金回饋信用 他可能有1.88 2.88 就很多趴數很高 可是我後來發現 欸那只是賺一點點現金回饋 那就是額外的 後來發現就是 因為其實現在年輕人不懂信用卡 到底怎麼辦 對 所以後來例如說 大家例如說去唱歌 對 或去吃飯 對 我都會假裝很熱情 說我先刷我先刷 然後全部就給我錢 嗯 然後結果1筆5-6千的現金回饋 其實是我賺走了 真的看一下現金 你這個信用卡怎麼賺錢 哦就是像 因為我自己會很喜歡研究信用卡 所以我會分成很多 你有多少張卡 我蠻多的 我可以給你看我的皮夾 天啊你也可以 我就是有辦到 皮夾好後面 就是我一、二週四 五六七八八 十幾張應該有 就這邊都是信用卡 欸可是不是很多人說 要避免浪費消費 就是不要辦卡嗎 你辦這麼多 只要你是有毅力的人 確定自己是可以準時交卡費 如果你有辦法 扣48公斤的人 你就可以辦10幾張卡 沒錯 就是如果你 真的是可以準時交卡費的 其實辦卡是絕對可以賺到錢的 因為像是這樣 我就把它分成幾個類型 例如說實體消費 有些是可以一點八八 真的很高的 對 他的搭配 例如說網路消費 有些綁 像台信那種黑狗卡 對 3.5pa 而且甚至現在 因为科技非常进步 3.5%是买什么 就是黑狗卡绑定RECHER支付之后 然后现在因为科技非常进步 很多便利商店以前都是付现金嘛 可是你像可以绑接口 或者是一些LINEK的那种支付 它就变成网络消费 那变成网络消费 你就可以变成1.88 又变成3.5% 就是它的%是一直会变的 然后像是另外一种 就是你可以在这边省下很多钱 然后像是我刚刚说的 如果唱歌或者吃饭 你先帮大家付钱了 那就赚到那个回馈的% 因为那不是你实际消费的金额 可是你可以赚到别人的现金回馈 都在这边 所以中间真的可以省下非常多钱 但我必须得说真的要毅力很高 因为有些人拿到现金就花掉了 你知道这就是真的是 必须得对自己狠的人 可是很多人说 要办这个好像很麻烦 这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很多人就是希望 不用花太多力气 就存得到钱 然后就可以赚得到钱 但是天下真的没有 没有白色的无财 的确是 有人说你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去记这些 不会觉得很麻烦吗 不会啊 其实当你记得过的时候 你发现你有省到钱 你就会突然有成就感 因为你说下个月现金回馈一扣掉 这个月账单怎么可以扣一千多块 就说原来现金回馈那么高啊 而且今年我又发现一张新的是买机票 就是Flygo的信用卡 对 他买机票有5%的回馈 这5%的现金回馈啊 5%的现金回馈超级高 那很适合我的 哪一张 Flygo我拿给你们看 台数银行出 你已经办了 我已经办了 就是这张 这张 OK 就是它是5%的现金回馈超级高 而且再怎么上线 好像有 可是你要查清楚 可是在我朋友全部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帮大家买过一次机票 所以现金回馈都到我这 他们至今不知道这件事 今天知道了 大家都觉得小婉怎么人这么好 每次都抢着付钱 人真的好好好 原来从中间 因为他把我们的现金回馈都赚到他那边去了 对 好很多人可能觉得说省钱的人 是不是代表这个生活的品质过得比较长 我们来看一下小婉 你现在用的手机什么牌子 我现在用的是新的iPhone iPhone 最大的 X10 不是10 是很长的XS Max 最新的 最最最最最最最贵的人 对对对对对 可是当时为了买这个手机也是 这个这个有三四万吧 有哦 可是我那个时候查很细 你刚刚讲你在省两块五块钱的人 那刷出来三万 不好意思我这个也是整个省了快一万两万块 怎么可能 因为首先呢他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购买 例如说你透过什么LINE商城 绑定什么信用卡 然后呢或者什么MOMO购物网 配上某一个信用卡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去年什么Coco卡 是网路省卡有5%现金回馈 然后他可以分成24期 他等于摊掉每个月 然后不要超过他的上限 所以每一个月的现金回馈 你都可以赚到满的时候 你分成24期去赚就可以省下非常多现金回馈 就这中间这边省完之后 你可能从某一个商场进去 又可以Delight Pay 就他各种结合底下 你真的会趁机省下非常多的钱 你可以这样切割购买吗 可以可以 一个单子你可以这样子用不同的方式去买 可以 就是你可能透过这边进去之后呢 又可以省下多钱 然后像现在我觉得你要记很轻 因为有些信用卡只要一分期就没有回馈了 对 所以你可能要去看他的细项规定说 有些是分期有回馈 有些没有回馈 那如果说你是很喜欢买东西的人 我也有一个网站很常用 他是新加坡网站叫Shopbag 他透过那个网站 上面又可以连到去城市 连到PC Home 连到很多网站 他这个网站会另外给你基点 就是你从这个网站出去买的东西 他回来这边还有另外的点数 是跟去城市的又不冲突的 跟PC Home的什么花旗卡又不冲突的 所以你可以每个地方 多一层点数 对 就是我是很喜欢基点的人 中间可以省非常多 但是我听到现在我觉得就是 你要勤劳啦 你知道要有兴趣啦 对 有的人可能就知道 我就是没有办法看这么多东西 然后头昏眼花 可能花了一天才不知道怎么去做 对 好这个就适合勤劳有兴趣的人来做 确实可以省到钱 刚刚看这iPhone省蛮多 就是其实我会蛮鼓励大家 就是说我们存钱 对 存钱不要觉得好像很难 因为现在有一种叫做无痛存钱吧 我觉得很适合小只男女 就不管你现在是一个月22K 25K 30K 你赚的一块钱不是你的一块钱 你存的一块钱才是你的一块钱 真的 我觉得很好 不是我发明的 这个是王永庆老先生说的 人家是连一粒方糖都在省的 现在你以前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 我们从小听到大 对 王永庆他是那个方糖 这个如果没有融化完他放到下一个咖啡 再把剩下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方糖继续使用 方糖不融化吗 会有一股成就感 那重点是呢 经过这样子之后 当然就是第52周 你就存了5200块 总共存多少钱 其实我觉得钱也不少 13万7千多块 这样有13万 对 这样有13万 所以有年终的感觉 就好像玩一个游戏嘛 第二个礼拜200这样存 其实这个就叫做零存整付法 那其实零存整付跟整存整付 它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是 整存整付就是你一次就是存一笔金额 那对于一次没有办法存5万6万的小资男人来说 你会觉得压力很大 可是你每次就是你去银行约定好好 就是你要办这个零存整付 那不管是一个礼拜存100块 或者是说一个月存3500钱 那零存整付就是 第一个你资金上面运用会比较灵活 那第二个就是你每次存的钱还是会有利息 利息之后呢利滚利 它其实是有一些负利的一个概念在里头 零存整付也是我在我小时候的时候 我妈妈叫我要做的事情去银行开股嘛 你就是等于是强迫储蓄 然后再赚一点利息 总是要把钱先存下来 那现在有网友问说 它收入不像大家这么稳定 它又怎么存呢 我觉得除了刚刚姐讲的很好 还有另外一个像是 现在有非常多的网路银行 是虚拟账户的 对 它的活存的利息非常高 没错 就即使你根本不懂的人 就先把钱转进去吧 像什么像RETRAC 可能规定说每个月转2万块 活存就有1% 然后像王道银行 你可能打到它的什么限定回馈 所以有半年都是2.8%的高利息 还多少 就这些都要查清楚 善用银行要抢客户的时候 推出一些流血的行销措施 其实我们是赚到的 那后来收回去 你再看一下 是不是要换一家 对对 把钱都不领到另外一家 每一家都有流血的时光 我们要把握那一段甜美的时光 杰哥你平常怎么分配你的收入的 应该是这样讲 我就是严守我的三分之一的纪律 好美喔 这个这张图有配吗 我刚才觉得我修图好配 我刚才讲坏 这个就是三分之一的存钱法 就是我领到我当月薪水的时候 然后我会把三分之一先存下来 三分之一是我流动资金 然后最后的三分之一 才是可以花掉的 对 流动资金是什么意思 流动资金是比如说它这个东西是 因为定存的话 如果说你万一遇到比如说车祸或是干嘛的 你把钱拿出来解约的话 它的利息就不能再这样 它流动性比较高的 对对对对 那这个流动资金就是 这一笔它就是固定可能存在网路银行上面 就类似网道银行或是它说的那些网路银行 那放进去 那如果说我今天突然比如说生病 生大病 或者说我今天要去比如说 比如说休息休理车子等等之类的 就把这个流动资金拿出来用 OK